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啦 有些人可能每个礼拜回家 但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讲 他可能一个月能回家一次已经不错了 但是一月呢 今年的一月呢 他们忙忙的就是选举回家一次 过不到两个礼拜又要回家一次 那过年的选举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最近也在网路上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粉丝团 叫做韩粉父母无助会 重点是无助会 对 无助会 就里面他会有一些 像我看一些网友的对话啊 他就是爸妈是挺蓝的 然后他就发现小孩子是要投他其他不认同的政党 不认同的人 就会说 你不要给我回来 我不给你车票钱了 你不要给我回来投票 那感觉是比较小的小孩 对 就让小孩很崩溃 对 他有一些是把那个通知书给藏起来嘛 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网友就开始破解说你可以去哪里查 然后你只要带身份证去就可以 对再重新印出来是不是 对对 然后有一些人是说 我看到比较激烈一点就是已经开票结束了嘛 那就是答案也揭晓了 那有一些爸妈就受不了这个答案 然后他就留言说 这在那个line上面真的有在传 他说 好了你们现在选出来 那你们自己选出来 你们就自己负责 我们这些五六年级生还是什么 三四年级生 反正钱都在我们手上 他们都知道经济在我们手上 我们就不要留给小孩 然后不要给他们买房买车啊 然后我们自己花钱自己用啊 以后就不要理他们了这样 我其实真的觉得这样的父母还蛮可爱的 我第一个反应是 我没有跟我父母亲要过钱 我一直都是我自己赚的 但这个发现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好像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些关系撕裂了 表面上是投票投政党 或者是选举 选自己支持的候选人 可是我觉得那背后好像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蛮可以值得来讨论的 特别是你看选完还不到两个礼拜的心情回复期 你知道选完选完那个礼拜的政治新闻 或者是那个什么节目 就是政论节目 都还在谈这件事 你知道吗 他没有那个平息的过程 然后大家又要回去见面 他这个热度确实会一直延续到 我们现在节目播出的过年期间啦 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会很好奇啊 那到底为什么爸爸妈妈 就是他们那一辈的人 会因为支持的人不同 就对小孩这么的愤怒跟口出恶言呢 好 我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会觉得表面上大家在投的是政党 是候选人 可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投射给这些政党 或者这些候选人背后的那个我们的价值观 其实才是这次比较大的这个争议 或者是大家在争执的 我们其实在常常做这个投票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与其说投这个人 倒不如是说投一个 我觉得他的 我所想象的未来在他身上可以实现 我所相信的价值观 这个人也相信 所以我要投给他 对对 我觉得那更多是一种 他投的已经不是政党 而他投的是一种 我这个人有没有存在 或我所相信的一切 有没有继续被大家珍视 也就是两代之间的价值感认同 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谈政治的人 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那个爸妈妈成长的背景 因为我的爸妈妈 我们要怎么理解爸爸妈妈那一代 因为我爸妈的年纪好 他们大概就是六十五六七 讲这样好不笑 我好像讲不出他们的 数字 好了就六十几 六十几块七十 我猜应该就是这些无助会的爸妈们 但我先说我爸妈不是韩粉 你怕回去被人家纠正是不是 对对对 我要讲的事情 他们的成长年代 好不好 我看着他们 我也是看着他们 一起奋斗上来 所以我其实知道他们成长在一个 其实是战后的红利 就是战后一个整个经济复苏 整个大钱 然后刚好是讲经国在谈十大件事 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背嘛 什么高速公路啊 什么飞机场啊 什么高雄港啊 好啦不要再透露了 好所以某种程度 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个信念 就是我只要努力 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爱拼都会赢啊 对那首歌会红 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他唱出了一种时代的相信 在我们父母亲那个年代 是真的真的 你要不要努力而已 机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怀念 那个状态的 那我们也都知道时代的改变嘛 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家 不只台湾有经济问题哦 就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 好像欧洲比较好 美国比较好 并没有 他们的经济问题 没有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对 他们的失业率可能是更糟的 它其实是全球现象 甚至民主这件事情 在欧洲其实去年2019年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各地的抗争 不管是法国啊 智利啊 还是 那个国家讲什么 三个字 没关系 去意啊吗 不是不是 那是中和 我在另外一个国家 他们其实也都在很强烈的在震荡 那很多有些人会说 这是集右派啊 还是什么民粹主义 我都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 但就我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世代的价值观 在很激烈的翻转 在我这个成长的时代 我的机会已经没有像我爸爸妈妈那么多 对 然后我的很多的同学们 大家都很努力 可是我们的努力真的已经没有办法 像我们父母亲一样得到很好的报酬 那个转换率没有那么好 相对来讲 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兑现了 我们的环境 是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 能诉求我们的 能打动我们的东西 就已经不是父母亲那个状态了 所以你会看到两个阵营 他各自的文宣啊 或者是他们的形象 其实是很明显的不同 是 那可能在我这个 这个 这个世代去看他们的 用他们的阵营 好 在看 就是另外一个阵营的状态的时候 我会 我会 你发现什么 读到更多一点点的 一个缅怀 缅怀 一个对于过去的怀念 怀旧 对 然后那种是 我觉得更多的是父母亲或那一辈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恐惧是 他再也不被需要了 因为这个世界转动的实在太快了 不要说他们 其实有的时候我对于新科技的这个变化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挫折 对 我看 听说 我昨天看一个新闻说 那个 那个手机支付啊 老人族群都已经 开始在用 在开用 然后用得很好 然后我心里小 我就看一下改喻说 靠 我都还没有开始学 你都还没开通是不是 而且我一直在抗拒这件事情 这个我必须听你说话啦 因为你的理财课有教嘛 不能太容易 对 我其实不想让这件事情这么容易 你知道吗 好 这就差题 改天再聊 所以 我觉得那个东西 他与其在说他投票倒不如他再投一个他对于未来的确定感 一个他能不能不要那么快的感觉被扫到一边去 被边缘化 一种我要 我相信的事情能不能有人继续看见着 也就是说他们支持的其实是在支持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是 因为听得懂让他们有安全感 是 那另外一方因为变动太大不确定 不确定性太高 嗯 所以他就干脆整个屏蔽 嗯嗯嗯 就可以避免自己陷入那个变动的漩涡里 是是是 然后这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外围的子女或是他不是带着这个眼光的人 他就会不理解 对不对 就会觉得你们都老糊涂 或者是你们怎样好 就是一些不好听的话 各位年轻人千万不要对爸妈说那三个字哦 会很伤人 很伤人 那我想要 我今天在做这个这一段准备的时候 我其实想要试着让可能现在可能获选的这一群人 你换个心情去理解一下他们 我讲另外一个比喻 你可能会比较能懂我刚才讲的那个很恐惧 而且把所有的希望 把所有自己的需要投射给一个人的想法 那是什么 好 举例来讲 我不晓得现在的年轻 就是在收听的人 你们在工作职场上面 你们的产业 我不晓得是上上的 还是向下的 嗯哼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科技啊 AI跑出来之后 这个就是新兴行业 对 向上的 或所谓新的力量 改变的力量 或者是我们社群网站 就是很流行之后 对 其实我们看到很明显的有一些 产业受到影响 比如说最明显出版业 出版业 报纸 报纸 记者 电视台 传统电视台 这个就是向下的产业 嗯 向下的产业 对 可能就是光环不在 不在自己身上了 是 可是我 你相不相信 我其实认识很多出版业 或者是所谓的记者 他们还是很有情怀的 嗯 他们还是会一直说 阅读非常的重要 嗯 纸本书非常的重要 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无可取代的 这其实是真的 这是真的 只是商业趋势不在他们身上 对 所以你会感觉得到 他们也有一个很想要捍卫的这个信念 对不对 然后他们 即便所有的数据都告诉他 这件事情一直在往下走 对 你相不相信 那个爱 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 他会很 很希望 去翻转 嗯 不是这样的 我看到的美好 我希望你们也看到 相信啊 很努力的想要做出更棒的书 对 或节目或怎样 因为我相信这群人都是努力的 是 可是时代就不站在这边嘛 对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这群人 你或者你可能就在这里面 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 因为你一直都 一直都被看衰嘛 你一直都说 啊你们这个 就是夕阳工业了啦 没人要买书 没人要干嘛 他会觉得自己很孤独 努力的很无力 对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大咖 很厉害的 跳出来 人跟他说 我们要来捍卫什么价值 我们要来 让大家重新知道 阅读的美好啊 或者是 一个新闻记者 应该要有的高度啊 是 或怎样的时候 你相不相信这群人也会觉得 对 你说的很对 你说的很好 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们要坚守这件事情 哦 旁边的再多的数据 再多的资料 他都不会进得进去 因为这是他要捍卫的东西 这是他 很珍贵的东西 他好希望 更多的人 像他那样 或是像过去曾经那样的 去认同他 对 他会相信 过去的荣光会回来 对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就跳出来 而且看起来是个厉害的 好像是个咖 然后他好像带着一个 不错的资历 或者是一些 他曾经有过的成功经验 然后说来跟着我 你就可以怎样怎样 一定有人跟 一定有人跟 而且很多人 是不是 我们一直有的时候 看到某一些产业 你在外围看 你就会觉得 嗯 为什么会有人做这种事 可是在里面的人会觉得 这深信不疑啊 是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 如果你能懂我刚才讲的那一段 也许你就可以比较懂 父母亲的那个心情 就是如果你在你的产业里 也有你想要坚持的 如果你刚好在的产业 不是那么的欣欣向荣 他甚至是有一些 需要转变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状态的话 你是会有危机的 你是会有恐惧的 你是会有很多 不情愿的 是 那你这些情绪 其实没有出口 你就会好希望 光有一个人 这个时候 有一个杀手机的 应用或者是杀手机的什么 然后来让你过去的那个荣光 可以再回来 OK OK 所以刚刚听杨老师这段分析啊 就让我听到 我好像比较了解 就是为什么两派价值观 就始终无法找到一个交接处的 那个感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承认太痛了 你知道 我在做心理治疗 我觉得最难最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不是技巧 就是任何的技巧 我觉得是要当事人看清楚 然后承认 这件事情跟他想的不一样 你知道那一步有多难 我知道 特别是父母亲 他们的角色 又更为难的是 因为他们从小就 比较像是权威者 就在家庭命运 里面是权威者 然后他们现在年纪大了 可能身体上啊 思想上会有一些些 无力感 那如果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你还要他承认自己 食不我余 也太残忍了吧 对啊 我觉得我希望 我今天这一段话 我真的没有特别想要 为哪一个粉 或者是什么 我想要去用心理角度 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个分裂 其实表面上是政治问题 可是其实是世代的 价值观的问题 而且我也跟大家讲 听众你可能现在是年轻一点的人 你觉得时间现在站在你这一边 对 但是很有可能我们继续走 我自己也觉得 这件事应该会来得很快 当然 我们所现在觉得很棒的价值观 你相不相信 十年二十年之后 他会改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台湾 环保议题是比较抬头的 多元性别 性别认同 多元家庭 对 独立的思考 或是你会比较强调 个人的这个状态 还比较多的 对 那 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基础不变的东西 比如说我的 我的 我的工作里头 会让我看见很多人 对亲密关系的想象 他还是一对一的 对 他还是比较 是排他性的 嗯 但你们知道吗 其实科技的发展 已经 心爱机器人 这应该没有多久 他应该就会 出现了 出现了 而且他的功能 会让你难以想象 拟针到某种程度 嗯 或者是 科技的发展 他会 他会开始打破我们以前觉得 不 就是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 打破很多制度跟定义 我讲一件事 这是一个黑镜的 的一个节目 的一个 一个故事 可是我看到 黑镜是一个英国影集 嗯 可是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应该会 有可能会发生 好 他其实在讲 那个影集 我觉得还蛮 还蛮未来感的 嗯 他就是两个男生 嗯 好 然后他们在玩一个电动网 线上game game 但是那个有身体回馈的 就是 你戴上去之后 你会真的是 身体有 整个身体的知觉 对 感觉就是 视听秀位处 通通进去了 对对对对 然后跟他交手的 其实是他过去的 一个大学室友 对 那也是个男的 对对对 好 可是他们在里面 Cosplay 一个就是 男的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然后 在电玩里面的角色 对 可是他们在电玩里头 歪语了 嗯 我开始 这到底是肉体的歪语 还精神的歪语 你要怎么去电影 那请问一下 他们隔着 可能很遥远的距离 嗯 那 可是他们有在 实质上面 在精神层面上面 甚至在身体的 呃 心跳上面 对 甚至是脉搏上面 他是 他都是可以感受到对方 是真实的 所以 我所谓真实 你看 好难定义哦 科技在往下走之后 好多好多 我们现在觉得 就这样啊 的事情会开始 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都会被挑战 重新挑战 打破 对 对 那你现在 如果你现在看你爸妈 或你觉得上一辈的人 是骨不化 嗯 你要记得 如果当未来有一天 走到那里的时候 嗯 你现在抱持着 这所有的价值观 会不会也被别人觉得 你是石骨不化 好 有可能 所以 我希望大家要了解 在面对改变这件事情 他本来就有很多很多的冲击 嗯 他本来其实就是一个 每一个人他都要去 很努力的 呃 呃 面对 面对 然后试着去理解 现在的世界 这个大整个环境 嗯 然后状态在哪里 可是同时又不失去自己 嗯 你知道那很难拿捏 在 在我们靠近世界的 所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我们那个很深刻的东西 不见了 对 你的相信不见 对 可是如果我们一直 坚持着自己的相信 不去靠近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他又变成了一种极端嘛 嗯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 在这个世代的分裂上面 我不觉得他就只有在选举 我也不觉得他就长在这一代 嗯 他会在 这个故事 这个战场啊 也好 或这个战争也好 会在每一年 每年 就再出来 他甚至会更快 就是十年或五年 就会有一个世代的迭代了 对 对对 然后跑出来一个新的价值观 嗯 新的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在做决定 是 每一个人都在投票 是 我要继续捍卫所谓的传统 嗯 还是我可以接受 时代不同了 嗯 很多东西定义要开始改 比如说 嗯 嗯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讲安乐死 可能我们现在想象的安乐死是 有一些人可能 他明明还活着 但我们为什么要让他 用药物的方法死亡 或者是说 我们可能会开始觉得 哎 如果当一个人无法 有尊严的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让他安乐死 这是可能现在大家觉得 可以接受的定义 对 可是如果你相不相信 在这个 继续推演下去 嗯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的安乐死是 只要你没有 活着的意志 嗯 你没有疾病哦 不是什么 是不是什么残废啊 就是你好手好脚 然后理智也清醒 你只是在个人意愿上面的 没有想要继续活着 嗯 嗯 能不能就安乐死 哦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 他一直在被讨论的 嗯 那也许听众你听到这边 当然不可以啊 对 现在的观念 现在是 呃 身体很重要啊 或者是我们还有很多 爱我们的人 anyway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理由 可是你相不相信 再往下走 有一天会走到 另外一个状态是 嗯 这件事情 那会变成是 人权的一部分 对 OK 这个东西 我没有说它马上会发生 嗯 那我只是 我也不见得 它一定会发生 可是我在讲的事情是 如果很多观念 继续推导下去 你就会发现 它在变化着 对 然后它在 不断地在挑战着 我们的既定的认为 嗯 那你现在觉得 你现在是属于新的那一派 你觉得你是 比较做法 比较对的那一派 嗯 那时间在拉长呢 嗯 你还会这么觉得吗 或别人会觉得 你是新的那一派吗 还是他觉得你已经老了 我想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啊 就是可以去告诉自己的 就是我们要随时保持觉察吧 会不会有一些 一些挑战你的观念 嗯 或者是跟你原本想象的世界 不一样的事情 进来的时候 不是太快地去反对它 嗯 不是因为你不懂它 所以你就会有下意识的害怕 或抗拒产生 而是你可以先去理解它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那支持这件事情的人是什么 嗯 那如果我反对的话 那我又基于什么样的立场 对 我想这样会是比较清楚 去帮自己做判断的一个局面 这也是我们一直好渴望 不管是因为选局 还是怎样 我们开始对话嘛 对不对 这样 我也有看到很多的人 在试图努力做的 跟他的父母亲对话 是 或者不同阵营的人 他想要把他的证件 或他的相信 对话出去 对 OK 用一种 我希望你来理解的状态 嗯 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真的是最好 嗯 就是每个人都有对话的机会 对 但每个人也有重新选择 他所要相信的价值观 嗯 然后我不会因为你的价值观 跟我不同 所以我就觉得你就是不好的 嗯 你就是白痴的 或者是你就 嗯 就是很不好听的话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会是 哦 我清楚了 这就是你的价值观 你有你坚持的 而我也有我坚持的 对 然后我们各自都有 各自坚持的 那我们还是要有个运作方法 所以我们做出了选举这条制度 对 那它就是一个制度 它不是最好 它不代表真理 但它是目前最好的 对 就是目前 方法 就是目前 我希望跟大家记得 目前这两个字 好 没有东西是永久的 好啦 杨老师 那我们的 刚刚都知道 你花了一些力气 帮我们厘清这些 爸爸妈妈的状态 然后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他们也会愿意试着开始理解 但是现在最 最让人难过的就是 他现在的现实就是 如果他现在大过年了在家里 就是已经不开心了 爸妈还是摆脸色给他看 那他到底是要怎么办啦 他一定要待在家里嘛 因为其实我们东方人 一直都会有一个团园的时候 就一定要在家里面 他才会是圆满的嘛 不然就是不爱家 不爱父母 对 那现在怎么办啦 我可不可以离开家啦 现在初一是不是 听说这一集 播出的时候是初一 对 好啦 我会觉得 我个人觉得啦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 有些节庆 或是某一些仪式 是最容易引起我们比较感的 比较感 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就会 开始在某些节庆 会做一些事 比如说中秋节要烤肉嘛 然后别人家都有烤肉 或者是情人节要 要接下来情人节要送花 然后我的男朋友女朋友 我的老公老婆 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那如果没有做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没有被爱了之类的 对呀 我好可怜哦 我们常常会把 别人的状态 想成是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温暖的状态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就会放大自己的不快乐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节气 就节庆 节庆 那个孤独感其实是比较出来的 是比较出来的 那个不快乐感 好像你的家庭比较不温暖 其实不见得别人的家庭比较温暖 但是那是你想象的 或是你在那个时刻 很容易会有的感觉 也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的话 他可能是相对来讲 周遭是比较孤独的 但他眼睛看到的 却是别人的拥有 对 或者是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很需要关系的 或爱情的人 他就会特别在情人节的时候 看到这个自己的没有 对不对 或者你觉得家庭 你在家庭这个议题上面 你还有一些需求 或有一些东西 你还没过 你就会很容易的 没办法去接受 父母亲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不对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在关系里头 比较满足的人 他不管是单身还已婚 他其实就不会那么care 情人节这天怎么过嘛 他就会觉得 就是365天的某一天 某一天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不管你要不要回家 不管你自己感觉 这个家如何 我觉得你可以觉得 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我们要放下一件事情 叫做你对家的想象 很有可能也是 你对这个世界的投射 你觉得父母亲 要做到什么样子 才叫好 然后如果你觉得 他们没有做到 他们就是不OK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失落 好那我很想要问你 反过来问你 那你有做到 父母亲想要你的样子吗 我们很多时候 在抱怨家里不温暖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 父母亲应该怎样 才叫好的形象 然后我们因为节庆 因为什么东西去比较 去看到别人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自己没有 所以被凸显了这件事情 那你这里面有一个 你对父母亲的期待 那反过来 所以你失落嘛 因为他长得跟你想不一样 但是反过来 我想问你也是 那如果父母亲 也很明显地告诉他说 告诉你说 你跟我想的小孩也不一样 这是肯定的啊 对你一定是不一样嘛 对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你能不能接受 他们也在对你失望 可以 理论 成熟的人是可以吗 对 就是你其实也没长成 他们想要的样子啊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觉得 那个权利是 我们可以要求 我们的父母亲 长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然后如果觉得没有的时候 这里就是个不温暖的家 会不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我们都希望父母亲 去接受我们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嘛 对 我们就是可能成绩不是很好 可是我什么很好 你的美 你希望你的好 你希望他们看得见 那会不会其实你的父母亲 也同样的在期待着 他们不是一百分的爸妈吗 他们可能脾气不是很好 对 可是他们也有一些美 他们也有一些好 其实是渴望被你看见的 是 所以要不要回家 这件事我没有答案 而且我知道其实蛮多人 都很想要排假 排在 因为过年的时候 都有两倍心三倍心 而且有很合理的理由 不回家 或者不是不想回去见爸妈 是不想回去见亲戚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你可以选择的 可是我觉得那个家 回不回的去 更多是你自己 怎么看待你自己 还有你对于关系的期待 你愿不愿意接受 他们就只能这样 可是这样很好 你不是一个小孩的位置 去期待他们要变成怎样 才叫做好的爸妈 你接受自己 不会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他们也不会变成 你想要的样子 但你们不妨碍 你们是相爱的 是 不妨碍你是个好的人 他们也是个好的父母亲 是 我想就是在 无论是亲子关系 或者是跟家的关系 就是 就像刚刚杨老师提到的 很重要的是 我们经常不是 父母亲期待的样子 那同样的 我们也没有需要去 要求父母亲 或是我们想象中 那个理想的样子 我想这里面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 我们感谢彼此 在成长的路上陪伴 然后保持一份感谢 就好 我真的觉得 爱不爱不在于车票 爱不在于 你开了多少的车回家 而是你能不能真的 坦然接受自己 也接受他们 你们可能无法亲密 可能一辈子 就是没有办法讲甜甜话 或者是讲很贴己的话 可是你始终对他们 有一份感谢 对 我觉得这样就是爱了 其实而且 有一份感谢啊 它的好处就是 它起码不会走向一个 在更不好 或更失劣的局面 那起码大家还可以 微笑相伴而终 就是我想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恐惧 对 如果你在恐惧的时候 你会想要别人 怎么对待你 难道是继续骂你 在怕什么 或者是你怎么会 这么愚蠢怕这种东西 还是它能接触你的恐惧 是的 有恐惧 是的 我们对未来都 很多的改变 是不知道的 会害怕的 但没关系 我们一起走 我们一起去看 会发生什么事 是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嗯 那我觉得啊 如果说 听众朋友 你们听到这边 对于杨老师这样子 对于人际关系 或者是任何的亲子亲密关系 有这一份坦然的态度 是怎么来的话 我可以很建议大家 就是参加杨老师的 人际断舍离课程 这是杨老师的一门线上课程 那杨老师会在课程里面 告诉大家 关于难以处理的关系 他应该要有 拉出什么样的距离来摆放 然后杨老师也会一步一步的 引导你去做好 自己的心理界限 是是 断舍离断的不是关系啦 断的是你的罪恶感 很多时候是我们脑子里的念头 那个应该 比如说过年应该要回家 过年应该怎样 过年应该怎样 所以让着我们 没有其他的选择 看不到其他的选择 那很多时候你放下 什么应该的时候 你反而有可能会想出 很有创意的方法 对比如说 我有就是新婚的那个夫妻 学员 然后他们就在 就过年一定会吵那个 初级去谁家嘛 谁家过年 为什么每年都要去你家 去你家 那如果 他有一个应该叫做 过年就在夫家 他们就想不出别的方法 你知道吗 就先困住了嘛 因为就觉得是夫家 可是我觉得他们后来 想出来创意蛮好的 是什么 因为夫家跟婆娘家 没有很远 没有到很近 可是开车还是可以 当天可以来回的 找中间点啊 不是 他们回去吃饭 可是呢 因为他们的小朋友还小 所以呢 他们就用一个理由叫做 因为 因为 夫家没有那个 婴儿车 他就说 家里没有婴儿车 那小朋友这样睡 会睡不好 你知道阿公阿嬷都 天阿孙嘛 所以他就说 那我们晚上回家睡 隔天再来 OK OK 就是他们想出了一套解决方法 就是 折中 然后也双方都好 对 是因为他们没有觉得 什么叫应该 或者是他们先愿意 把这个东西放下 对 那就看到创意长出来 所以有时候困住我们的 其实是那个莫名的信念 是 都不晓得那些应该 是什么时候 是从那里长出来的 是 是 这好像有一句话叫做 我握紧拳头 我什么都没有 但如果我可以松开手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 是 是 好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参加 杨老师的线上课程 人际断舍离 那人际断舍离 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 跟杨老师互动的机会 就是填写 节优表单 那如果你上完课之后 还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写信来 跟杨老师互动提出问题 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制作节目 回答你个人的疑问 是 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这边了 好 期待我们未来继续推出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